我以前有個分手理由 那很可怕 那時候我感情空窗起 就追了一個女生 想說要開始要交往 就有一天我們從店裡出來很開心 上車開開開開 大概上車30秒之內 她淚流滿面 你一定很奇怪 你在哭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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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很快 大家家門下去 你就走 因為我很討厭這種嘛 那你就講過 我很難過或什麼都可以 這個我也不能接受 就是無緣無故的呼吸 對... 你可以把情緒講出來 你要講為什麼 你不能去測試這種 大家都要圍著你的世界轉 不可能嘛 對 大家都要通靈 對不對 你再哭 等一下 我知道了 太累了吧 王婷筠 請問一下 分手一定是男人錯 我跟孫鵬是一樣的 我覺得都是男生的錯 我覺得絕大部分都是男生的錯 唯一的... 唯一的女生錯是 這個女生是你搞不定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很爛的分手裡 我太愛你了 你走吧 我聽過啊 我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不是我啊 不是...就是他就跟你說 我太愛你了 對 真的有這樣講嗎 真的啊... 太愛你所以不要在一起 對啊 怕傷害他 是不是那個意思 對... 那真的是怪怪的嘛 因為我太愛你了 可是我沒有辦法不玩 我愛繳禍 但是我愛你 那我就選擇我繼續繳禍 不要你傷心 不要讓你難過 他這個理由分手成功了嗎 成功啊 當你第一次講這樣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塞...這什麼理由啊 你會很心痛你知道嗎 可是你說了三次五次十次以後 你會覺得這個難的 根本就是一個混蛋嘛 你為什麼要用這樣的理由 來跟我分開呢 你說我不愛我了 你說你不愛我都可以接受 你因為他愛我 你太愛我就為我做一些事情啊 對不對 為我做一些改變 你用這個理由來跟我分開 真的 我覺得說多了是會成功 那你們有沒有遇過這種分手啊 女生很儒的那種態度 我跟你講我以前有個分手理由 那很可怕 就是 是你跟他講還是他跟你講 就是他做了一些事情 讓我不敢理解 就是無緣無故的哭泣 就每天撇樹 就很怪異啊 因為有一次那很久以前 我還在開Sex阿哥哥什麼 你看多久 那時候我感情空窗起 就追了一個女生這樣 想說要開始要交往 就有一天呢 我們從店裡出來很開心啊 大家喝得很開心啊 那天聲音也很好 我也很開心啊 上車來開開開 大概上車三十秒之內 他淚流滿面 你一定很奇怪啊 你在哭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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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很快 大家家門下去 你就走 因為我很討厭這種嘛 那你就講我很難過 或什麼都可以 交往很久了嗎 還是剛開始 沒有 剛開始嘛 交往很久當然就安慰了嘛 你一定大概猜得到 剛開始你在哭什麼啊 他可能開心啊 感動啊 跟你在一起啊 沒有...這個我也不能接受 就是無緣無故的哭泣 對... 你可以把情緒... 講出來 你要講為什麼嘛 你不能去Test這種 對 大家都要圍著你的世界轉 不可能嘛 大家都要通靈 對不對 你再哭 等一下 我知道了 太累了吧 不行啊 所以有些女孩子 不要莫名其妙 對 你不可以爐嘛 我碰過... 我碰過他就是 我跟他說分開了 而且講過很多次 他每一天打來 就是非常非常傷心 哭得很傷心 你會覺得你很對不起他 然後他還會跟你說 除了我的家人 我的爸媽以外 你是我最親的人 然後最討厭的是 他在說這些話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還在背後戳你 跟他的朋友說 汪建銘怎麼樣... 我碰過這樣 這樣就沒意思了 非常非常痛恨 沒意思了 好聚好散 喝苦的對不對 有什麼好戳的 可是你可以回憶自己 好聚好散是感情世界裡面 最精華的部分 最經典的部分 因為經典 所以很難做到 對 我聽過一個很爛的理由 我非常非常恨這個理由 是 因為當初因為 你這個理由愛我 可是你最後要用這個理由 離開我 這個理由可以分手 這個講點有點玄 講清楚 比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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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是一個女生 她在職場上面 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我覺得你在工作上面 非常非常能幹 你做的事情 處理的事情 都處理得非常好 最後在一起三年以後呢 我覺得你給我太大的壓力了 你工作做得這麼好 這麼能幹 我覺得你的前途 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超越你 你懂嗎 用這個同樣的理由去分開 去結束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說 真的要分開就分開 女的會這樣痛恨你 對 用哈拉態我怎麼用多 而且不要用招 不要耍招 男生年輕的時候 實在是很自私的 他就完全不會管另外一半 去想些什麼東西 你完全不會在乎他 到底心理層面 要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你已經到手了 然後反過來 事情過了 結束以後 你才會想說 他到底承受了多少的壓力 這一集我跪著路好 每一句話都心有氣氣焉 是不是 有一種分手理由 我聽了就很...你知道 個影 也講得很籠統 我們個性不和 什麼叫做個性不和 個性不和 你當初會撥我 個性不和 你會牽著我的手在街上走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個性不和這一句話 是我很不能接受 這麼籠統的 不然你去找一個哥哥 你很和的 我就不相信 你去問那麼多 結獲婚的男女好了 就是現在還是夫妻 相愛了二十年 他們個性真的很和 不可能 對不對 怎麼可能找到個性跟你一模一樣 真的 100隊裡面有98隊 這用忍啊 都是包容 都是包容 另外兩對是一百 對不對 有沒有 撐到底 不是... 都是包容 我們了解 我了解 我了解 還有一種分手 一定不是男人的錯 就是兵變 兵變 我們戳在哪裡了 我們報效國家 我們保家餵土 還要跟我兵變 神經病 你吹外套試試看 不是 你吹白頭 騎死我了 你有被兵變過嗎 沒有 我先閃了 我接到兵單直接分手 是喔 真的啊 我也是 我收到兵單以後 我就直接跟他說我們不要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兵變是一定的 為什麼會一定的 沒有男生不兵變的 你有聽過 你的周遭有聽過 你當完兵回來 他的女朋友還沒有換的嗎 除非當兵前先結婚 對 絕對沒有 很難啦 不能敢說絕對沒有 大概一百隊大概有0.5隊 我覺得兵變最討厭的地方 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 你束手無策 對 沒辦法 你知道嗎 你就算條件比他再好 人家不用當兵 真的 對不對 人家還在念書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聊兵變對不對 我們男孩子都可以侃侃而談 沒有女孩子鬥在一起聊 我曾經兵變過怎麼樣 對 都避掉這一段你知道嗎 對 好 你覺得女孩子 在我們男孩子 當兵的時候兵變是對的嗎 當然是錯的 為什麼 我那個時候不但被兵變 我還是 人家是分手交別的男朋友 我是女朋友結婚去啦 真的啊 這麼狠 你知道的嗎 我也有一個 是 就結婚去啦 我當兵才五個月 就結婚了 結婚了 你看這個離不離不 好險我一年 就是女孩子會利用這個 男孩子當兵的時間 檢視他這段感情 然後利用這個機會 疏遠結束 說通了就是嘛 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男人在當兵 女人在家沒事幹 就每天胡思亂想 對 東想想西想想 覺得無聊了 就出去跟人家接觸了 接觸以後 就跟人家花心了 花心就兵變了 我跟你講 稍微出現一個 長得滿可愛的 每天來接受你上下學 人就不見了 大概持續個三五個月 是一定會變的 可是話要說回來 其實男孩子還沒當兵之前 也不成熟嘛 有感情對不對 對 很脆弱的 男女要變心女 他只變起來的時候 比男孩子更 對 真的是這樣 他不會再改變 當他決定說 我們分手吧 那已經拜拜了 沒錯 而且女生比較不會去想一些 很多的理由來告訴你 我們不要在一起 他可能會直說 他會把原因直接說出來 像我們就暗示 我們就像KTV 分手吧 我們分手吧 分手吧 沒有感覺 OK 再想別的方法 小康 你什麼時候才會長大 好爛的方法